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金普会13日登场 普京选在远东的太空发射场见金正恩亲自替他导览 参观的金正恩针对火箭的相关细节问了很多很多问题 普京暗示将会协助北韩建造卫星 在他们双方会面一个多小时前 北韩再次发射两枚飞弹 就是要展现自己的飞弹实力 金正恩在会上说 会全力支持俄罗斯对抗西方的神圣战争 在晚宴上金正恩又说 相信俄罗斯军民可以战胜邪恶势力 在所谓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俄罗斯终将获胜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时隔四年再次会面 仅仅握住对方的手约40秒 这场西方高度关注的金普会 地点选在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木尔州 距中国边境不远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这里是俄罗斯太空强国的象征 而北韩在过去四个月 两次发射侦察卫星失败 显然要来向老大哥取经 70岁的普京亲自为几乎小他一半 39岁的金正恩导览联盟二号 运载火箭的发射场 根据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金正恩针对火箭问了一堆问题 且问得很细 金普会前 记者问普京是否会帮北韩建造卫星 普京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这里 北韩领导人对火箭技术展现极大兴趣 他们也在试着发展太空 金正恩还在签名簿上写下 俄罗斯荣光永垂不朽 他的妹妹金宇正也在此时现身 之后金普两人笑容满面的 去参观正在建设的 新运载火箭安加拉 高42.7公尺的安加拉 可把物体推送到低地球轨道 将是俄罗斯未来太空火箭的主力 最后普京还亲自向金正恩介绍 自己的俄国制总统坐车 被美国前总统川普戏称为火箭人的金正恩 在金普会前也展现实力 13号早上从北韩首都平壤近郊 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落在日本经济海域外的日本海 是今年第17次射弹 但是第一次在最高领导人出访期间发射 专家分析认为北韩要展现领导人不在 依然维持军事备战态势 同时意在牵制美国连日对金普会的警告 金正恩在峰会一开场 就大表对两国传统友谊坚定不移 表示俄罗斯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 两国将共同对抗帝国主义 之后两人展开仅有翻译的一对一会谈 尽管台面上普清说经济谈人道 但西方就怕遭孤立的两国进行武器弹药和国防技术交易 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再次警告 二朝两国间任何武器转让都将违反联合国北韩武器禁运的权益 俄罗斯大使则批美国提供乌克兰级属弹药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表示金普两人不会签署文件 但可能讨论敏感领域例如军事互动 这回普京也再次端出国宴招待金正恩 对金正恩来说他可能是三代金氏王朝中第一位能与俄罗斯总统平起平坐 而对普京来说这是从北韩补充弹药的绝佳机会 恐将大大增强俄军在乌克兰的军备 请讯会